去当太监就是不孝 不尊重老佛爷就是不忠 你这不忠不孝的死人药 都在这里干什么 你好大的胆子 你竟然敢骂我 众所周知 梁家辉因演寄精湛 各种角色游刃有余 而被业界称之为千面影帝 可显为人知的是 除了梁家辉 还有一位演员称得起千面的称号 他虽未获过任何大家 也没有担任过主演 却被尊称为影世界的千面如来 从影三十多年来 更是没出演过一部烂片 他就是刘荀 一位超越影帝的电影宗师 有的人演了一辈子主角 能为记住的角色一个没有 有的人演的是配角 身上却闪烁着主角光环 在星爷的作品中是没有配角的 每一个演员都很有特色 那个喊包族婆 墨水了的小哥 那个穿红内裤的大叔 那个被包龙兴气的 说不出话的老太监 他们在影片之中镜头不多 依旧能被大家牢记 而这个老太监的扮演者刘荀 是一个不得不提的老戏骨 在新龙门客栈 他出演的甲公公 这个笑里藏刀的形象 在刘荀的精湛表演之下 塑造得非常成功 让人有一种背后发凉的感觉 在王家卫导演的东斜吸毒之中 他同样扮演反派角色 武打戏份拍的也十分精彩 这些都是反派角色 而且这些角色都是没有胡子 留着胡子的刘荀演的就是好人 在鼠山传之中扮演得到高僧尊胜大师 在倩女幽魂三出演白云禅师 在黄飞鸿之师王争霸之中扮演的是黄琪英 果不其然 留着胡子 扮演的都是一些正面的大师形象 一身正气 降妖除魔 维护一方安定 刘荀的演技实在太好了 能在好人和坏人之间游刃有余的自由切换 坏人演得让人咬牙切齿 好人演得让人心生敬畏 不熟悉刘荀的人还以为他是科班出身的演员 只有熟悉他的人才知道 刘荀没做演员之前是京剧大师 刘荀47岁才出道 是怎样的经历才能磨练出这样的演技呢 这里是大腕娱乐 今天让我们来聊一聊 千面如来刘荀背后的故事 1939年刘荀出生在北京 出生于北京的孩子 对于京剧都有一种与生剧来的偏爱 刘荀也不例外 在六岁的时候 刘荀跟着唱戏的老师傅学习 唱戏的天赋很好 再加上他非常勤奋 为人谦和讲礼报 所以那些老师傅也愿意指导他 他曾跟着李万春 张德俊等京剧大师学习过 在学习京剧的时候 老师对他的要求很高 刘荀也是真的努力 每天早上都会早起练功 不管春夏秋冬 还是刮风下雨都从未停止 哪怕是务病在床 刘荀也要咬牙坚持练习基本功 由于太过出众的缘故 在14岁的时候还被中国艺术团选中 到国外表演过京剧 到了国外之后 刘荀发现很多的外国人根本就没听说过中国的京剧 刘荀年纪不大 想的却不少 他觉得中国文化就应该传遍世界 见过世面的刘荀 暗自发誓一定要更加努力 将来要到全世界各地唱京剧 有了明确目高的刘荀 学习也更加刻苦了 刘荀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中国京剧学院 在校期间不断地深化自己的表演技巧 天赋很高 老师也夸他 刘荀从来不敢骄傲 他一直保持很高的求知欲 觉得京剧博大精深 自己只是学了皮毛 刘荀也成为老师眼中的香伯伯 在毕业之后 19岁的他也被留在学校任教 刘荀的教学风格属于言传身教 在教学的时候经常亲自示范 对于学生的要求同样很严格 很小的细节也会注意到 在刘荀任教期间也是培养了很多京剧人才 这是刘荀一直引以为傲的事情 他也曾到全国各地表演 对京剧也是一如既往的热爱 因为受到守旧派打压京剧 刘荀对此极为不满 险些就不能唱京剧了 刘荀自然不愿意放弃京剧 在1980年刘荀离开北京 来到了香港发展 那时的香港娱乐圈正是百花齐放的时代 有很多一举成名的机会 去到香港的刘荀对乐剧深深着迷 戏曲有着共通之处 在研究一段时间之后 刘荀在乐剧上也有了一定的成就 渐渐的刘荀在戏曲界有了很高的知名度 不少喜欢听居的明星都是刘荀粉丝 在香港刘荀照亮招生教学生 很多演员都找过他讨教 罗嘉英也跟刘荀学习过 那一句On way you让人难以忘怀 47岁的刘荀半路出家 开始演戏 徐克是刘荀成为演员的引路人 在拍摄刀马蛋期间 想找一个对京剧造诣深厚的大师来指点一二 刘荀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在朋友的推荐之下 徐克找到了当时47岁的刘荀 当时在香港刘荀也是为数不多的京剧大师 在刘荀的指点之下 拍摄的时候顺畅了不少 在徐克的邀请之下 刘荀在其中客串了一个角色 从此之后 刘荀老师就和演员这个职业关联上来 也为两人后续多次合作埋下伏笔 在刀马蛋之中刘荀戏份不多 表现却很好 得到了很多导演的认可 纷纷抛来橄榄枝 在1987年的时候 在《僵尸至尊之》中 刘荀受邀出演一个道士 这个道士两面三刀 是个大反派 1990年刘荀老师再次和徐克合作 在《笑傲江湖扮演古金服》 这的角色不简单 那种嘴角浅浅上扬的表情 一种极度危险的感觉随之而来 生怕主角遭不住 凭借这个角色 他获得了最佳配角提名奖 这样提名就是对一个配角演技的高度认可 后来刘荀也成为了徐克的御用配角 在很多戏份之中都有刘荀的身影 1991年 刘荀开始尝试正面形象 一般出演过反派的演员 专行演正派会让人难以适应 就比如知名反派演员杜玉明 他出演的反派太过凶狠 很多观众都担心他把主角打死 杜玉明也出演过正面角色 但是怎么看都是反派 刘荀就不同了 他出演正派角色丝毫没有任何不适感 有的只有一出屏幕的演技 在黄飞鸿系列之中 刘荀也有很多的戏份 在黄飞鸿之状之凌云 刘荀留着胡子 扮演的是刘永福 是个忧国忧民的好官 为了维护正义和黄飞鸿一起打击坏人 看到这个场景片段 他表现得实在太热血了 随着刘荀的表现越来越好 徐克对他也更加看重 镜头也越来越多 在黄飞鸿之师王争霸 刘荀扮演的是黄飞鸿的父亲黄琪英 黄琪英是一个非常有底线的人 心怀正义 为人正直 唯一的缺点就是有些刻板 在之前拍摄的影视作品之中 刘荀所扮演的那些角色 是好人还是坏人 一眼就能看清 为了增加悬念 制造那种意料之外的效果 在倩女幽魂 人间道之中 他扮演一个表面看起来是好人 实则是个反派的大和尚 出场时候嘴里一直念着咒语 瞬间让人心烦意乱 不过从表演层面来说 这个角色塑造得非常成功 第二部还在出演反派 在拍摄《倩女幽魂》 三道刀刀的时候 刘荀再次扮演了正面角色 成为了影片之中的白云禅师 不得不承认 刘荀对于角色特点拿捏非常到位 每一个角色都是独立的个体 正派角色慈眉善目 反面角色让人恨得牙痒痒 也凭借出众的角色塑造能力被誉为千面如来 都说刘荀有胡子是好人 没胡子是坏人 总体来说这句话是没错的 当然如果要钻牛角尖的话 还真的就能找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在摩登如来神掌 他扮演的是一个帮主角打坏人的好人 真的角色没有胡子 却不是坏人 同样留着胡子也扮演过坏人 在《水浒传之鹰雄本色》中扮演的就是贪官高求 高泰为这个角色也是非常让人痛恨的反派 穿大红袍 身居高位 等该是一个好官 高求却是假借朝廷招安之便 公报死仇 刘荀老师把高求那种道貌岸然的卑鄙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 1994年 刘荀出演了九品芝麻官 扮演了最经典的角色大太监李绵英 这个全是滔天的历史人物被刘荀更加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出来 刘荀不愧是唱戏的 那那种阴柔的神情实在太绝了 每一个表情 每一句台词都表演得恰到好处 在扮演太监这种角色 除了东场曹正纯的扮演者李建益之外 他是无人能出其右了 刘荀是一个真正的演员 演什么像神王 尽管没有得到最佳配角奖 以他的成就和在表演方面的造诣来看的话 算得上是真正的无冕之王 不过遗憾的是 在2013年出演了一代宗师 之后就吸引不再出镜了 着实可惜了 如今的刘荀已经81岁了 这个年纪不再年轻 他的人生不是碌碌无为 充实且有意义 前半生追求艺术的高度 后半生提升生命的宽度 在京剧和乐剧上造诣颇深 还培养了很多相关的文艺工作者 艺术成就很高 尽管47岁才接触到演戏 导现却不输专业演员 留下无数经典的荧幕形象 让人生变得更有意义 也给后辈树立了榜样 有志不再年高 任何时候改变都不算晚 这样优秀的老戏股 也值得被大家铭记